每天早晨,我们的身体会展现出一些关键的健康指标。 这些指标可以揭示潜在的健康问题。 在早晨,人体的代谢通常处于较低的水平,血液相对浓稠,流速较慢, 而肌肉在睡眠后也处于较为放松的状态。 这一时段,某些疾病的早期症状可能更为明显, 因此关注晨起时的身体状况至关重要。 晨起四个征兆可能大病上门。 1.早上起来头晕或头痛 如果你经常早上起来感到头晕或头痛,这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 如果你还感到恶心或想吐,这可能是颈椎问题, 因为颈椎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头部的血液供应。 如果在快速站起来时,感到头晕和心跳加速, 这可能是血糖或血压低的迹象。 通常这种情况会很快好转。 2.早上腿部或脚踝浮肿 如果你晚上喝了很多水或者是吃了很咸的食物, 早上可能会有轻微的浮肿,但是通常这很快就会消失。 如果浮肿持续不退,可能是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肾脏问题可能会导致脸部和腿部的浮肿, 肝脏问题可能会导致腿部凹陷性浮肿和腹部积水, 通常还伴有腹部变大和不舒服的感觉。 心脏问题也可能会导致腿部浮肿, 特别是如果你还感到呼吸困难, 这可能是心脏功能减弱的信号。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下肢水肿都只是肝肾疾病, 静脉曲张和静脉回流障碍也可能是原因, 因此对于这些症状的观察和评估应该谨慎,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医疗的意见。 三、尿液颜色和性状异常 通过观察尿液的颜色和性状, 我们可以得知一些健康信息。 如果尿色变为血红色、粉红色或很深的颜色, 这可能是内部炎症、结石或者是更严重的问题迹象。 如果尿液当中有很多的泡沫, 而且泡沫不容易消失, 这可能是肾脏问题的标志。 四、早晨手脚麻木 如果早上醒来, 发现手脚麻木, 而且不是因为睡姿压迫, 那可能是个警告的信号。 如果麻木只出现在身体的一侧, 这可能是脑簇中的征兆。 这种情况通常伴随着说话不清楚, 看东西困难或脸部歪斜。 如果两边都感到麻木, 可能是糖尿病所引起的。 早上起来后, 先做三件事。 一、晨起首先喝一杯温开水。 经过一整夜的睡眠, 我们的身体很容易出现轻微的脱水状况。 晨起首先喝一杯温开水, 不仅有助于唤醒你的身体和大脑, 还对肠胃起到一定的清理和刺激作用, 帮助唤醒消化系统。 更重要的是, 补充水分有助于稀释血液, 避免血液过于浓稠, 这对于维持正常血压和促进整体血液循环 都是非常有益的。 二、练习复式呼吸。 复式呼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放松和减压的方法, 它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 释放压力, 甚至对于缓解抑郁情绪也有一定的帮助。 练习方法, 你可以选择站立、坐着或半卧位来进行, 将一只手放在腹部, 另一只手放在胸前。 吸气时通过鼻子深吸气, 尽量使腹部挺起, 呼气时通过嘴轻轻呼出, 同时缩小腹部, 尽量控制胸部的活动, 让腹部的运动成为主导, 每分钟进行七到八次深呼吸, 每次练习十到二十分钟。 3.吃一顿健康的早餐 良好的一天, 始于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 跳过早餐不仅会让你感到上午的饥饿, 长期这样做, 还可能增加患多种疾病的风险, 包括心血管疾病。 准备一顿包含充足蛋白质、 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早餐, 例如全穀物面包搭配鸡蛋和新鲜果蔬, 这不仅仅能够提供必要的能量, 还能够确保早晨的工作和学习效率。 最后, 随着科学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寿命正在变得越来越长, 然而, 除了寿命的长度, 生活的质量同样重要。 通过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比如每天早晨的这些小习惯, 我们可以积累高质量的长寿, 享受更加充实和健康的生活。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